今天我们要来介绍UNIX家族中很有名的作业系统 BSD历史上知名的一场法律战役 UNIX Software Laboratories对上伯克莱大学 首先来介绍一下UNIX UNIX是AT&T Bell Labs于1969年开发的作业系统 当时的电脑还很昂贵 最知名的系统是DEC公司的PTP系列 其中最流行的是PTP-11 它长这个样子 60年代晚期 美国AT&T公司底下的Bell Labs与MIT和General Electric公司 也就是奇异公司 合作开发了一套名为Multics的作业系统 这套系统源自于Apro登月计划所使用的CTSS作业系统 CTSS在当时是一个很先进的作业系统 全名为Compilable Timesharing System 设计的目标是分时多工 也就是同一时间内可以让多个使用者执行多个程式 对之后的电脑的设计造成重大的影响 但是呢 AT&T Bell Labs在1969年的时候 因为觉得Multics的开发进度时代是太满了 所以退出了这个计划 有两位Bell Labs的工程师很不开心 Ken Thompson还有Denis Richie 因为Ken Thompson在Multics上面开发了一个太空游戏 Space Travel 但是现在Multics不开发了 所以Ken Thompson就没有一个游戏机可以玩 Thompson觉得不开心 不过没关系 Ken Thompson说 反正Space Travel这游戏 在Multics这款烂作业系统上面也跑得很慢 不如我们来开发一个新的作业系统吧 超热血的Ken Thompson在办公室里面找到一台闲置的PTP7 6电脑 开始找了一群人 开始开发Unix Unix一开始使用组合员开发 运行于PTP7上面 后来主管觉得Unix真不错 于是提供更多资源给团队继续开发 渐渐的 工资其他部门也发现Unix比起当时PTP系列预载的作业系统好用多了 对于Unix的需求逐渐增加 这也使得Unix有了跨平台的需求 为了满足跨平台的需求 团队发明了一种新的程式语言 C 并且逐渐将Unix的各个部分使用C重写 后来团队持续开发 这一系列的Unix称作Research Unix 也就是早期研究中的Unix 1973年11月 释出Research Unix第四版 是第一个完整使用C语言实作的版本 1974年6月 释出第五版 这个版本被广泛咒权给教育机构使用 包含博克莱大学 背景就先讲到这边 接下来我们移动镜头 介绍一下Berkeley和CSRG 博克莱大学1973年取得 AT&T的Unix授权之后 1974年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 Computer Systems Research Group 来修改并改进Unix 在AT&T与Berkeley的授权协议当中 AT&T允许Berkeley修改原始码 并且将修改后的原始码 发布给其他AT&T Unix的使用者 这一系列发布就称为BSD Berkeley Software Distribution BSD持续的演进 释出了1BSD、2BSD、3BSD、4BSD、4.1BSD和4.2BSD 这些版本都包含AT&T的原始码 因此只能提供给AT&T Unix的其他使用者 1980年的时候 CSRG接了一个DARPA的计划 DARPA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国防部高等计划研究处 当时DARPA正在发展Internet的弦声 ARPANET DARPA希望CSRG在Unix上面开发ARPANET所需的网络功能 包含TCP IP协定 这些功能后来都释出在4.3BSD 4.3BSD当中的TCP IP是当时最完整的实作 因此很多人都抢着要 在大家的要求下 伯克莱大学将4.3BSD当中AT&T的原始码移除 后来释出为4.3BSD Networking Release 1 也就是俗称的Net-1 这是第一个可以公开流通的BSD版本 后来BSD团队中的一位开发者提议 将Net-1当中AT&T的程式用自己的原始码重新释作 如此一来公开流通的BSD就会更加完整 经过18个月的开发 BSD团队1991年6月释出了Networking Release 2 Net-2是BSD历史上很重要的版本 因为后来许多延伸的BSD都是基于Net-2来开发的 比如说William和Lin Jollett夫妇所开发的386BSD 即是Net-2当中缺少的部分重新释作 并且移植到Intel 8038的处理器上面 在公开释出的版本 1991年Net-2释出后 CSRG的核心成员出来开了一家公司 BSDI Berkeley Software Design Incorporated 将BSD打包整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作业系统 称作BSDOS BSDI贩售BSDOS的使用授权 还有资源服务 这个时候AT&T不高兴了 因为CSRG拿UNIX的原始码来修改成4.3BSD BSDI又再拿Net-2包装成BSDOS再拿去卖 当时的BSDOS授权级原始码只要995块美金 但是功能几乎完全一样的AT&T UNIX 32V要价超过2万美元 AT&T的顾客都被抢走了 虽然Berkeley认为他们已经将AT&T的原始码移除 但是AT&T还是认为有侵权 于是1992年的时候 透过他们的子公司 UNIX Software Laboratories USL 对于BSDI公司提出了告诉 原告USL认为 伯克莱大学释出的Net-2当中 部分档案是USL的智慧财产 但是伯克莱认为他们已经移除了所有USL的档案 而双方的争议就在于 当时AT&T为了要推广UNIX 默许部分的UNIX原始码公开在教科书内 因此伯克莱认为这可以视为 AT&T允许这些原始码的公开流通 而AT&T却不这么认为 并且伯克莱认为他们释出的部分原始码 属于合理使用范围 这些原始码是PASIX规范的始作 几乎只能有一种始作方法 因此他们使用这部分的原始码不算侵权 这边补充解释一下PASIX PASIX是一套作业系统API的规范 中指在于希望各种不同的作业系统间 至少能够维持基本的相容性 最后伯克莱还说 USL所称称这些属于他们的档案 仅在NAT2的极小部分 因此NAT2不能算是UNIX32V的衍生作品 诉讼进行了一年 后来1993年双方在法庭外和解 和解的双方同意不再针对此一案件 进行后续法律行动 和解的条件有好几项 但是最重要的是 伯克莱会将极少数的侵权档案移除或是修改 在BSD18000个档案当中 伯克莱只去删除其中三个 并且将其中70个加上USL的版权宣告 整个和解的结果大致是对BSD有利的 诉讼之后 伯克莱1994年释出了下一版本的BSD 4.4BSD 4.4BSD又再分为两个版本 4.4BSD Lite 以及4.4BSD Encumbered 其中4.4BSD Lite 是不包含任何AT&T原始码的版本 允许公开流通 而4.4BSD Encumbered 则包含了AT&T的原始码 仅提供给AT&T Unix的合法授权使用者使用 1995年的时候 伯克莱释出了最后一版的BSD 4.4BSD Lite Release 2 释出之后CSRG就解散了 伯克莱大学不再继续开发BSD 不过解散的这群人 他们又各自发起了新的开发计划 大部分都是基于4.4BSD Lite 以及Jollies Fufu所开发的386BSD 这些新计划大多都延续到今日 有FreeBSD NetBSD 后来FreeBSD又分支出DragonflyBSD NetBSD又分支出OpenBSD 今天FreeBSD是BSD家族中最受欢迎的版本 而其他的BSD也都有在持续的开发 并且释出新版本 我们BSD家族的故事就讲到这边了